第1250章 悲中之魔 林栋颇有些震动的望着 江音音那光洁的额头尖的那轮回应 眼中满是惊恶之色 他怎么都无法想到 这个早在许多年前便是相识的小女孩 竟然也是轮回者 怎么了 江雪也是注意到林栋的眼神当即笑道 林栋伸出手掌轻轻摸了摸江音音小脑袋 后者那小脸上也是有着单纯笑容浮现出来 他显然对林栋有了相当深刻的印象 即便是多年未见依旧是将其给扔了出来 他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样的 林栋问道 与江音音相识那是在七八年前了 然而那时候的他便是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模样 可如今这么多年过去 这番体型竟然是没有丝毫变化 甚至连那眼中的纯真都是与当年一般无二 江雪苦笑着点点头 他望着江音音叹道 我不太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他这些年来的确一直未曾变化过 而且我也是能够隐隐地察觉到他的一些不一般 林栋与音音笑了笑 然后让他先去那山峰上等着 他这才对着江雪说道 他是轮回者 轮回者 那岂不是说 音音以后会被另外的记忆所侵占 江雪文言翘脸顿时微微一变 显然是听说过轮回者的传言 林栋摇摇头说道 这就得看他轮回之前究竟是什么来头了 按照常理而言 若只是那种度过一两次轮回节的失败 而后轮回转世的轮回强者 那或许还是现在的记忆占主导 但若是类似兵主那种可怕的存在 那究竟日后身体主导权归于谁 那还真是有点不太好说 那你知道他轮回之前是什么人物吗 江雪问道 林栋再度摇头 一般说来 只有度过一寸轮回节 而且并不是轮神都彻底被抹出的话 那么便是有着运转轮回之意 进入轮回的能力 当然即便是进入轮回 依旧还是有着被命灭灵性的风险 所以若不是万不得已 大多巅峰强者都不会选择这一条路子 远古时期进入这种层次的巅峰强者 也并不算少 光凭借着一道轮回印 即便是他也是看不出来什么 不过若只是那种度过一两次的轮回强者 那想来对于阴影而言 反而会是一件好事 林栋此时也是落到了那山峰之上 而后他的目光便是望向了那道被魔器包裹的黑影 如今与当年显然是大变了模样 当年他浑身仅有骸骨 可现在却是生长血肉出来 虽然依旧干瘦 但却是具备了人形 而且最令的林栋感到诧异的是 他那眼瞳当中仿佛有着无数残缺的意识在凝聚 不过不论这些意识如何杂多 却是有着相同的一点 那是守护 这些年来 飘荡在这片空间的那些残缺意志 都是融入了他的体内 现在的他倒是有些奇特 我也说不清楚他究竟算是什么 江雪轻声道 林栋微微点头 看来这大荒宗的凝聚极端强大 这些弟子即便是死绣上千载 但那股执念依旧是守护着他们的宗派 而眼前的守护者似乎便是他们意志的凝聚吧 林栋心中一声轻叹 这般感觉就犹如在那道宗之时一般 想来若是道宗被毁 那片地狱也会有着无数的道宗弟子 守护宗派的意识残存 此时那黑影似乎是极为痛苦 他双拳重重地砸在自己的胸膛 双膝跪地 那望着这片空间的茫然眼中 却是有着极端之深的眷念 喂 大家伙 你怎么样了 此时那阴影也是见到黑影极为痛苦 积极地倒 他的体内不断地有着光芒飘散而出 然后笼罩向那黑影 不断地净化着他体内那种魔气 林栋望着这守护者这般痛苦 眉头也是大皱 玄机其手掌一握 突然有着无尽的雷霆 自其手中弥漫而开 那雷霆之中充斥着极端狂暴而纯正的力量 雷光凝聚成一颗雷电光球 直接是冲进那守护者的身体当中 紧接着 霹雳啪啦的雷弧便是从他体内弥漫而出 而他身体之上弥漫的魔气 则是在此时被尽数地消除而去 随着魔气的消退 那守护者的眼中的痛苦与茫然 也是逐渐散去 那双目中再都有着一些杂乱的灵质在凝聚 最后他对着林栋深深弯腰行了一个礼 林栋袖跑一挥将其阻拦了下来 说道 当年我成年抹除你盘胆诅咒之力的恩情 今日以此相报 守护者虽然有了灵质 但显然并不太深 而且恐怕他也激不得当年所做的那些事情 毕竟现在的他只不过凝聚了众多意识而成的存在 既不像人又不像师 与坟田老人之前那种活死人状态完全不同 林栋也明白他的状态 所以也并没多说 只是那略显阴森的目光转向了下方 渗透着一丝丝魔气的大地 冷笑道 他体内魔气强盛 而且并非是无根之水 功凭借着阴阴的压制 也不是长久之计 斩草要除根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还要将隐藏的在这下面的东西解决掉 他在这里获得吞噬祖福 也因为如此 他方才有着如今的成就 所以说起来 这大轰踪对他也算是有着莫大的恩情 而如今见到他们 既然连锁戏的意志都不得安宁 心中也是多了一丝冷力与苦恼 你护着阴眼 林栋对着江雪说了一声 后者也是点点头 略至阴阴身旁 将其拉着 我倒是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此处作祟 林栋一声冷哼 只见在天空之上雷云猛的凝聚而来 无数雷霆闪烁 竟是将这片空间都是囊括在了其中 无数的雷霆疯狂的倾泻下来 最后尽数的落到了下方大地上 那种狂暴而纯正的力量蔓延开来 那些原本弥漫在天地间的磨气 于是在雷霆的清扫之下 以一种惊人速度被荡出而去 然而即便是面对着这般的清扫 那下方大地 也依旧是没有丝毫动静 你倒是忍得住 林栋冷笑确止一点 只见得一道万丈庞大的雷龙 张牙舞爪的呼啸而下 最后狠狠地轰在下方大地上 整片空间仿佛都是在此时颤抖起来 那片大地直接是被撕裂开 一道巨大无比的深深沟曲 那沟曲深处黑暗无比 仿佛有着无比邪恶的气息在涌动着 撕开大地林栋面色冰寒 再度一直点出 只见得无数的雷霆转向 铺天盖地地对着那大地深处轰击而去 不过这一次 那大地深处终是有了动静 然后林栋便是见到 滔天般的魔器 犹如魔龙一般的 自那地底的深处涌出来 魔器弥漫间 直接是将那狂暴无比的雷霆 尽数抵御下来 还是忍耐不住了吗 那就给我滚出来 林栋见到 这隐藏在暗中的一魔 终是有了动静 眼瞳当中雷弓浮现 手掌上台 只见到天地之上 雷云疯狂地蠕动着 无数的雷霆汇聚而去 雷云最终缓缓地散去 但在雷云散去时 一颗千丈庞大的雷日 却是显露了出来 可怕的雷霆波动 带着嗡名之声 远远地传开 令得这片空间 都是在微微颤抖着 去 林栋眼神冷漠 屈指一下 只见得那轮雷日 顿时地坠落而下 直奔那深渊的深处而去 沿途过处 雷芒闪烁 仿佛连空间 都是灼热了起来 雷日疯狂地坠落而下 那深渊之底 也是有着一道 极端阴冷的声音传出 旋即无数魔气涌出 竟是化为一道 万丈庞大的 魔气光盘 雷日静止地 落在那魔气光盘之上 连股同样可怕之极的力量 在此时爆发而开 直行使 将那本就巨大的深渊 再度蛮横地撕裂开来 一道道巨大的勾去 宛如蜘蛛网一般 遍布着下风的大地 璀璨的雷光 疯狂地闪烁着 那魔气光盘上 终是有着裂缝浮现出来 最后砰的一声 彻底地爆炸开来 不过就在魔气光盘炸裂时 又是有着一只巨大的魔手 自深渊之中坦出 一旋便是将那雷日震散而去 不过虽然雷日散去 但那狂暴的雷霆之力 依旧是将那只魔手 反震的遍体鳞伤 雷霆祖父的力量 本就狂暴 攻击性强横无匹 这家伙托大的想要硬扛 自然是要吃亏的 你竟然 获得了吞噬祖福 这般硬碰 也是令得深渊之底 传出了一道阴冷之声 旋即淘淘魔气涌出 最后掠出深渊 在那魔气中 仿佛是一道身影 缓缓地走出 临动目光望着那魔气营绕处 那道身影越来越清晰 最后终是走出黑雾 而在其走出黑雾时 那张苍白的脸庞上 却是有着一抹 诡异之色肤现出来 同时那阴冷笑声 传荡开来 上一任吞噬祖福掌控者 死在本殿手中 没想到 今天这一任吞噬祖福 以及雷霆祖福掌控者 依得死于本殿之手 看来本殿 还真是你们这一脉的贺星呢 这一段吞噬祖福掌控者